哭什么哭 哭什么哭 你冲什么风啊你 江江了 来 宝宝 不哭了啊 乖 乖 喂 没事吧 你看看 都是你闹的 你这个混蛋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这不有电吗这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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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婆 今天怎么了这是 你这个人真是没情调 好看吗 好看 你这哪儿逃来的这衣服 我今天刚买的 真的啊 好看好看 我是专门为你穿上的 好看吗 今天 这是什么日子啊 就是 平常的日子 平常日子 吃饭了吗 吃了 去洗澡吧 早点睡觉 别别别 你今天不写剧本了 那 你要非让我写也可以 别 太好了 别写了 来来来 走走走 小姐 呼 我 老婆 嘿 你今天是吃错药了还是药吃多了呀 嗯 不许破坏气氛 嘿嘿嘿 你别说 哎呀 你这不生气的时候啊 还真是挺可爱的 你不惹我生气的时候我都挺可爱的呀 嘿嘿 行 你放心啊 真的啊 那你这是答应我去上海了 啊 这个啊 不行吧 这不是一回事吧 你怎么说变就变啊 那 这家里需要你嘛 可是剧本也更需要我呀 哎 老婆啊 你看看啊 你仔细想一想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这个 拯救中国电影事业的剧作家了 那是不可能的 哎 哎 就咱俩认识那个 我我那个哥们蓝志伟 写了那么多年的本子啊 一个没拍 你就行行好吧 人家 困了 睡吧 不想说了 老婆 哎 哎 你今天回来吃饭吗 啊 你能有时间弄吗 啊 我哪天遏制你了呀 咱们晚上吃鱼吧 咱们晚上吃鱼吧 我最近新学了一个做法 肯定好吃 好 哎呦 强强 那你早一点回来啊 怎么了 宝贝儿 乖啊咱家啊 不哭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你看看 这是什么报纸啊 啊 居然说我们在酒店开房 我们只是在上面的餐厅 吃个饭而已 明明还有小薰和导演的助理在 怎么偏偏就拍我们两个人呢 哎 也太缺德了这个 编 接着编 哎 你这什么意思啊 老公你不会相信这些小包胡说吧 哎 人家这可是正经报纸 没有根据总不能胡说八道吧 你是相信我和这种人开房 他都能当我爸爸了知道吗 是 没开房那可能 我就不信 没默默小手 啊 我告诉你 还一直以为这么大的馅饼砸你头上了呢 原来人家看上的不是你的剧本 人家看上的是你的人哪 彭凯旋 原来你就这么小看我 就为了一个破电影 我至于吗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个 哎我特别想问问你 最近我就不懂你了 对 你们这个娱乐圈不是有句话叫什么 潜规则吗 怎么着 打今儿起 打你这儿就成了明着来了 你还真是心里变态 我告诉你 你才变态呢 哎 现在 我已经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你给我戴绿帽子了 啊 你少自以为是了 谁知道你是谁啊 还有 什么绿帽子 他这是对我的污蔑 你这儿强词夺理 你这儿强词夺理 哭什么哭 你出什么疯啊你 江江啊 来 宝宝 不哭了啊 乖 乖 喂 你看看 都是你闹的 走 哎 你这个混蛋 日子没法过了 全家乖啊 不哭了吗 咱们去医院 不怕不怕啊 乖啊 全家乖了啊 喂 呆呆呆 多亏了孩子没事 否则我都饶不了彭凯旋 他太混蛋了 上次对我动手 这次又是强奸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他也是气急了 你和那导演 戴娜你也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 现在的娱乐新闻 有几条是真的 不过换个男人 见到自己的老婆 这样被登到报纸上 没有脾气才怪呢 我也没说我没有责任 可他不能一上来就给我定性啊 还说人家找我写剧本 完全是因为看上我这个人 他这个人 就根本没有承认过我 他那时不敢承认 他一直都把自己当成世界中心 突然发现 你不受他控制了 他一下接受不了 就爆发了 我现在才发现他的思想 原来这么龌龊 人家都说 婚姻就是不断地发现 并忍受彼此缺点的过程 你现在才拿到哪儿了 我真是有点绝望 行了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先想想该怎么办吧 等会儿你去哪儿啊 如果我和强强先住在你那儿 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 你们娘俩 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我这儿就是你的娘家 等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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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呀 嘉嘉和你一来啊 一下觉得整个家都有 bol力了 恐怖ứ 咕咕咕 咕咕 蛋蛋 不是咱家怎么 咱家怎么满地水啊 哪里漏水啊 对不起啊 是潜潜尿了 对不起啊 好 不用管了一会儿再擦 让刘栋带前来换衣服去吧 刘栋 带他换衣服 等等等等 那什么 抽小 你甭管甭管 你们聊天去啊 我来 我来我来 谢谢啊 爸爸 爸爸爸爸 走喽 哦 刘栋 对强强可真好 连彭凯旋 都没有这么对强强 记忆过心 人跟人性格不一样 服气也不一样